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这节1900整点新闻 我是林柔 先为开始相来关系 新北市卢州分局侦察对远警 中午追捕了一名通气犯 一路从新北市跟到桃园巴德 眼看时机成熟 正要下车抓人时 对方却先开枪 警方也不甘示弱的回击 最后是成功了逮捕嫌犯后 那负责压制的侦塔佐林昌盛 突然身体不是昏倒 送医后还是回天罚术 江淑德之后赶到医院痛哭是神 一样社会消息 桃园中立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那地点就在咖啡店的户外座位区 疑似是因为嫌犯开车击杀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引起坐在骑楼下的客人多看了几眼 结果嫌犯一气之下是拿着枪 下车来跟客人理论 双方拉尺间误开了一枪 还好没人受伤 而嫌犯最后是被民众合力制服 大过年的本是一家欢喜团圆的时刻 但是对这家人来说 却是最难过的一个新年 海中一名王姓富人 11号骑车从新社回到台中 结果半路上被一辆倒车的混泥土车撞上 伤重不致死亡 但是赵氏的司机却不认错 还说是富人自己撞上来的 让富人家属难以接受 一名女驾驶开着过年前才刚交车的 全新百万名车载的女儿出门 没想到就在行经台南市中华北路和公园路交叉口时 遭到对象抢黄灯的轿车一面撞上 当时车内的小朋友被吓到哇哇大哭 与驾驶和大女儿手脚也多处受伤 开车出门除了车祸最怕碰上行车纠纷了 有民众开车到云林谷坑 对象一台车围停在车道上突然打开车门 驾驶机忙 煞车告知对方降座很危险 没想到一名男子突然跑到车前 是猛力拍打引擎盖 随后还有一名男女子冲过来爆粗口 态度相当嚣张 来看到大陆一名三岁小女孩在马路上和爸爸闹脾气 坐在地板上不肯起来 而知名父亲竟然就丢下小孩自顾的往前走 没想到后方车辆没注意开了过去 小女孩不幸的遭到车轮碾压 所以抢救最后还是伤重不知 好 持续带您关心 武林复野度假村以及同集团的武林山庄 都传出诺罗病毒集体感染 还要求新入住的旅客签下窃节书放弃求讨 业者却向游客说可能是高山症 甚至还照常的办大型音乐会 不过卫生局认定 复野度假村没有隐蔽疫情通报过程符合规定 让染病的游客很难接受 另外诺罗病毒似乎也攻占了阿里山 上头下线的病例通报总计有18人 武林复野度假村诺罗病毒疫情 台中市卫生局经过了采样抽验 总共209人确定感染了诺罗病毒 其中病毒源头可能是一名 曾经感染诺罗病毒的黎山宾馆除工 那痊愈后过年期间又到了复野度假村工作 研判诺罗病毒并非食物传染 而是环境因素传递病毒 好来关心拥有65年历史的台中民店 一新豆干金船战时歇宴 店家今年1月底所卖的5项产品 才被台中卫生局验出防腐剂超标 夜神无奈得表示 受限整个大环境以及食安问题的影响 才会决定暂时关门 号称全球最便宜的米其林餐厅之名 港点天好运 来台至今总是大牌长龙 不过就有民众趁着春节 到其中的新衣店想要外带 没想到消费金额里面 居然还有高达一成将近有400元的服务费 当民众气得大骂明明没有内用 何来的服务费之有 政治焦点来关心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玄奘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戏刀慧为了慈悸在内服的 社福园区隔空交火 柯文哲在接受专访时 点名慈悸花钱买保护区进行开发 戏刀慧在脸书上痛批 柯文哲是恶意的收入慈悸 那柯文哲上午被问到这个话题 说市道会反应过度 还说自己小时候每个月都捐100块给慈悸 慈悸内湖开发案 宣请要求变更保护地 炒了20多年迟迟无法通过 主要原因就是这块地是保护区 那附近的居民以及环保团体 质疑慈悸变更的正当性 担心慈悸一开发会导致淹水 以及走山的危机 但是慈悸强调这块地是平面 并非山坡 居民的忧心是多虑了 另外大年初六开工日 市长柯文哲一反先前市长 都会到各局处来握手打招呼的做法 他是敢用声音团拜 事先录制了一段拜年贺词 在上午9点整 透过了市府广播系统播放 让全市府都能听见 但是可能是影响不太好 大部分的市府员工都听不清楚 市长究竟说些什么 海内市长赖清德今天陪同 平埔族希拉雅族人 北上高等行政法院地状要求证明 并建议原住民这名运动应该列入总统的政见当中 虽然赖清德以再三的表明不选总统了 但是外界也把他的建议解读为向蔡英文提建言 是暗示愿意当蔡英文的副手吗 赖清德则是再次说了 成功不必在我 另外来关心洪仲秋虐死案以来 姐姐洪慈雍也是家中的发言人 一直以来条理分明勇敢的形象备受关注 而今天他开早餐记者会对外宣布正式参选台中第三选区立委 从为了替弟弟洪仲秋发声 要转成为选民发声 洪姐姐洪慈雍未来将面临的是政治素人的考验 娱乐消息来看到艺人房组民吸毒敦劳饭 释放将近两个礼拜后 首度的在微博po出了爸爸成龙替自己替法的照片 那照片中林凤娇站在一旁观望 房组民在文中写下了重新开始四个字 打算用平头的造型重新出发 艺人贾永节春节和家人到纽西兰度假 电视本来开心的旅程却碰上了小插曲 因为一家人住宿的饭店发生了火警 让首次在国外碰到这种状况的 蒋永杰吓得赶紧抓了老公的裤子 抱孩子就往外跑 幸好只是虚心一吵 但是网友却发现他po的现场照中 有一个只穿内裤的男子意外成了讨论焦点 接着来看到49岁的郭富城 一直是演艺群最受瞩目的黄金单身汉之一 虽然还没结婚孙子 但是特别喜欢小朋友 他出席新年活动时大秀父爱 不断给小朋友爱的宝宝 地方消息带您看到 大年初六三峡的清水祖师庙都会举办赛神猪 那今年获得特等奖神猪重达1191斤 一早先是在三峡绕境迎神猪 那下午则是举办拔猪毛的活动 并将猪肉分送给民众讨吉利 象征分享平安跟福气 好来看到最近大陆浙江温州的一间寺庙 被民众拍下神奇的一幕 一头猪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是前腿屈膝跪拜 影片上传网络后是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表示这头猪真的有佛性 不过也有被质疑很可能是被人动了手脚 但小三看电影没想到巧遇大老婆当场被抓猴 让妻子是气到发飙 拿着爆米花朝他脸上扔 捷克一个电影奖竟然请来冒牌金凯瑞来当嘉宾 闹出了国际大笑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三分钟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受到了华南渔系及东北季风影响 今天星辰大台北桃园新竹等地都陆续下了不小的雨 那同时还出现今年第一个春雷 不过确对旱向是没有帮助 以十门水库来说呢 还是缺水告急 蓄水量仅剩三成二 那其他北中南各地的水晶也不佳 因此26号起全台也将实施第二阶段限水 最后来看到大年初五开工日却碰上死结 这是在台中澄清医院平等院区当总务的料姓男子 初五开工日一早骑机车上班 却遭到红灯左转的四小客车撞上 人弹飞落地头部重创伤重不治 大过年的却遭来横祸 家人是难以接受 好同样是一开工就发生意外 就是高雄是一家铁工厂 因为春节期间厂内的机器停止运作 开工日女老板将机器重新开机 那一次操作不熟悉结果人被机器夹住 最后人员到场后紧急的将女老板送医 但是伤势太严重了 仍然不止 但小三看电影 没想到曹玉大老婆当场被抓猴 有媒体报道新竹一名男子骗老婆说要加班 事实上却是带着一名二十几岁的年轻辣妹到影城看电影 结果老婆当天正吵也带着婆婆和小孩去看电影 当场是气到发飙 拿着爆米花朝老公脸上丢过去 好 提醒您 捡到的东西真的不要随便站为己有 在嘉义市有一名工人吃便当时发现了 零桌的客人皮夹就丢在地下 这名工人捡起来 发现里头有一万五千块的现金 当场动了贪念 把皮夹偷藏起来 但是整个过程都被监视记给揭穿 最后是依照窃盗罪移送法办 一直遭到偷窃的手机竟然成为跨国友谊的桥梁 正是美国一名男子一年多前遗失了一只iPhone的手机 没想到在他买了新手机 并和iCloud旧账号同步后 是陆续收到了来自大陆广东一名男子和橘子自拍的照片 他将照片po上网寻人 结果不但让这位橘子哥在中美两国之间爆红 那两人现在相人相识 还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家乡来做客 一年一度的紫醉花反读活动 今年要给北一女士生一个难忘的开学日 因为是找来了六位特技猛男 不只展现锻炼多年的好身材外 更表脸了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让现场的士生是嗨到最高点 而其中猛男更是找现场的教官一起来表演 再度掀起高潮 让学生相当开心 来看到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 刚刚落幕 在21号捷克也有一场媲美奥斯卡的电影角 主办单位捷克影视学院 还特地邀请金凯瑞来当嘉宾 没想到一上台 观众就发现这是山寨版的 连金凯瑞本尊都发文 贴出跟帽牌比比的照片 捷克影视学院才坦诚错误 真的是请到了帽牌金凯瑞 闹出国际大笑话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一名无性飞行伞玩家 年初四在南投埔里虎头山上空飞行 那当时飞到仁爱乡塔罗湾桥 上游约300公尺处 准备降落 不料伞面竟然卡到了缆线 造成了飞行伞的伞神断裂 当时无性男子坠落在膝床石头上 全身有多处的骨折挫伤 送一后人回天罚属 非常感谢您这两个小时的加入 稍后也请您持续锁定欢迎新闻二台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凌柔 我们再会